中研院院是翁企惠获班威尔许化学奖 威尔许基金会官网指出 翁企惠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他在合成化学和化学生物学领域 完成了无数造福人类的发现 其实我们在讲的 已经从治疗慢慢走向这个预防 这种所谓精准健康 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 官网还详列他在台湾 美国 日本 欧洲的学术地位与成就 翁企惠是世界第一位成功 以酵素技术大量合成复杂多糖物的科学家 目前这也被业界用来开发治疗心脏病 中风及各种发炎疾病的新药 近来翁企惠与中研院研究员马撤团队 也找到超级单株抗体M31A7 对抗COVID-19病毒的能力 相较现在全球所有单株抗体疗法 优越百倍以上 威尔许奖有近50年的历史 被视为诺贝尔的前哨战 得奖者大多是诺贝尔奖热门人选 截至上届已有54位科学家获此殊荣 包含翁企惠在内 目前只有两位亚裔科学家获奖 翁企惠也是华人第一位获奖者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